夏天了嘛 身上热乎得太正常了 可有些朋友呢 就手热 热得还挺蹊跷的 热得呀 还引起了尴尬 这是咋回事啊 快瞅瞅吧 我最近有这事 可真是够尴尬了 早上上不了班 晚上回不了家 这都是因为 我这与众不同的手指头 总感觉手指甲热 热还不算 还全爆皮了 这下好了 指纹没有了 上班打卡 我是天天迟到 家里指纹锁 天天晚上打不开门 按说这个季节 也是浑身该散热的阶段了 但为啥我就手热 脚去拔凉呢 穿短袖配靴子 说我这是要 明星细胃出道了 真是有苦说不出 又来一年一度的 手指头爆皮 自己摸这都好糙 可咋整啊 烦死了 皱皱巴巴的 头脑晕固固的 胃酸便秘 手指脱皮起刀刺 咋回事啊 按说这个天气 热不足为奇 奇怪的是我冷了 而且还只是脚冷 吃多了就觉得恶心 吃了东西也不爱消化 老难受了 有人手脚都冷 有人手脚都热 而体质清洗的 我就不一样了 我手热脚冷 别人需要暖手包 而我这样说 我妈给我买的暖脚包 可真是英明的决定啊 体质清洗 咱网友还挺能 自我调侃的呢 但是哈 这个难言的尴尬劲 那也是不言而喻的 难受我 手指加热还爆皮 手热脚却冰凉 为啥最近这么多人 都吐槽这俩尴尬的手热呢 好 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好争又好争要 就选白草一兽 这里是由白草一兽 中央方 独家官媒播出的 健康一身轻 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 是大家伙熟悉的 中心专家 古松老师 大家好 好 我们坐在 在网络关口呢 是大家伙熟悉的营营 嗨 大家好 您可别忘了 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还会进行网络的直播 有这么两种人 一种人呢 这指尖热 甚至都爆皮了 指纹锁都打不开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手上热 手上热脚凉 拔凉拔凉的 这两种手热 现在都挺多呀 这个季节呀 这两类人呢 不熟 看来这事 真是说到咱网友心行里了 大伙在这吐槽呢 这位朋友说 感同身受啊 手指爆破 不知道以为 是我多勤奋练琴呢 我查过说是写造 但是到底该咋整呢 还有位朋友说 我就说天天泡脚 大热天的脚啊 还拔凉拔凉的 我心情这个烦躁啊 天天办什么事 都觉得自己可急躁了 另外还有朋友说 说到这个奇装一服 必须算我一个 夏天穿靴子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但是大热天呢 手都热呀 这个脚呢 还怎么都缓不过来 这是哪堵了呀 堵住了我的气血运行了吗 咱们一个一个来解决这个问题 先说这指纹都模糊的 也是大家伙这个认领 最多的这个躁字 是不是这个躁字 没错 这个关键的字啊 就是一个躁字 这种情况一般我们 折制于血虚风躁 那这个血躁 为啥手指尖热 甚至还会爆皮呢 血液有乳氧的作用 这个乳氧作用 失常的就会出现干燥的情况 那么呢 手指尖啊 这是肢体的末端 所以说呢 你要是血虚风躁 末端就可能出现的 更加明显一些 要说咱们不少网友啊 除了反应这个手指脱皮之外 还有不少情况也挺困扰大伙的 又来一年一度的手指头爆皮 自己摸这都好糙哦 可咋整啊 烦死了 皱皱巴巴的 总的来说不得劲 鼻子痒痒的 喉咙有些干疼 头脑晕乎乎的 胃酸便秘 手指脱皮起刀刺 咋回事啊 这些朋友们啊 总结出来这个血虚风躁的 确实是很对 容易出现头晕眼花 你血虚的话嘛 这个血液不能供养于大脑 你就头晕 舌相也会出现呢 舌指干 舌指淡 星虚还会有 有裂纹 就像是用刀拉的那似的 你一看着那种那个舌头 肯定血虚 你那个心吧都有点 另外这个劲儿的 它便秘的情况会出现 有啊 这个便秘啊 特点 他自己就说 我那个排床变得 一个球一个蛋 像羊粉蛋似的 因为血液就是有乳氧的作用 你这个肠中的筋液少 血液少 你大肠的乳动 它也就慢 大肠的筋液它也少